观看娱乐八卦和电影的节目 张继聪和阿沙拍戏时被指硬厂进入店铺拍摄 而且这间店是徐天佑太太的中环护肤品店 当然他们立即发IG声明 这个护肤品店被硬厂进入拍摄 情况犹豫被老强没什么分别 而电影方面本地制作有限公司认为 单方面的陈述恐怕未能还原事实真相 因为张继聪后来受访说他们和店员打了招呼 究竟谁对谁错呢 他们电影公司本地制作下拍了一部祸碎片 监制是喜爱夜袍的五剑红 还有拍一些赌博题材 今个新年都很厉害 很多赫税片都磨拳拆掌 而这一套已经做赌博多有趣了 搞到大家一想起 每年新年在家开电视 每年年都在播哩咕哩咕 看得会背 有时候有点闷 有部新的赌博题材 看看拍成如何 还有会是赌什么 不要打麻将 什么都赌一下 阿聪阿沙 结果阿聪昨晚出席新片 《女应外合》被问 硬厂事件是如何 原来《女应外合》也上了 这段时间也有些港产片上了 没有时间提 但11月有两套都必须要看 刘德华一套 然后许冠文王梓华也是那一套 现在那些优先场全部爆门 是满座 没有位置 早早已经卖了 口碑似乎初步来说也很好 因为到世纪合作再到 许冠文王梓华 大家很期待 而看这边 阿聪承认当日有些气氛 但他说 因为他还要拍这部电影 所以他不方便评论太多 认为自己的身份非常尴尬 而且店铺是他的朋友 即是随天佑 老婆开 也是圈中人 所以他说第一天开工很紧张之余 其实就说 有跟店员打招呼 过程也十分钟 而镜头也只是拍着阿莎的店铺走出来 之后的气氛也在店外拍摄 而阿聪当晚才知道 护肤品店 其实是出了这些帖文 说到强厂事件 他说 回应记者说 护肤品店员没有跟他们要求合照 也不知道店里有客人 但他照计不知里面有没有客人 有就没有就没有 怎会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客人 这句又好像挺巧妙的 说得 除非那些人好像店员 难道没可能 这句 提到硬厂事件 阿聪说表情严肃 就说任何拍摄的硬厂都不应该 但作为一个演员 他说很难去问电影公司 现在是不是硬厂 那也是的 拍摄就不理太多 拍了先 你说要收机收片 delete片再算 国际惯例 拍了先说 但这样做是否真的好呢 他说拍摄那一刻 他是没有怀疑的 也没有问到 因为通常演员是不会每次都问的 说这里能不能拍摄 那里能不能拍摄 通常都不会问 你不会混合 你什么都问 不用混合 你是拍摄的 所以通常都会做 就不说太多了 被人说才算 通常都 所以阿聪就形容自己被夹在中间 还有那部电影 他拍了一天 另外那边 都是他朋友 即是徐天佑 所以他不了解整件事 他不是太了解整件事 阿聪就说 既然不行 那就不要进去拍摄 是否有人处理得不好呢 那就叫处理得不好的人处理回 也是很曖昧 即是有点忌廉 又说不知里面有没有客人 然后回答得这么花圆 即是看来很漂亮 但他又说到阿莎在里面走出来 但你是多拍摄人的 你不能这么拼搏 拍摄人的整间店 是看到阿莎在一边走出来 便免费帮那间店代言 借一些宣传一下 张继聪也指 事后与天佑 有全信息 溝通 但这件事不能够 靠他们的理解 就能够解决到 阿聪认为 心情有点影响 作为一个演员 这件事不容易 如果你是我 遇到这些情况 之后你会如何 还有很多天要拍摄 还是继续用心拍摄 也挺难走 也要继续拍摄 完全没有回答到 阿聪这边根本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玄机 他说对演员有影响 现在要重拍摄 然后他拒绝 拒评借长风波 怕无止境地炒作下去 也对 然后本地制作发声明澄清 说硬厂事件 曾获职员准许 承诺已经删除相关镜头 多一试 不如试一试 就是最好的 因为店铺说被霸王眼借墙 与电影制作公司爆发麻战 行内人也爆借墙的潜规则 其实很多了 真的 借墙的潜规则 我们稍后又说一说 还有什么新动 说到被人弩强 好像严重了一点 当然 什么反对想 就全部通了 除非是你很好人 你是那间护肤品店 我为什么突然被你两个无条件借了我的铺 拍了几个剧 因为你又不可以下人名 别人又未必下你名 变成白做 没有任何得益 有起事上来可能自己又要负责 一定是不过瘾 一定是诈刑 我们看看如何借场潜规则 看一看 挺有趣的 霸王硬借场 他们那间叫INUF 这间护肤品店在中环开的 来到田启文评论 拍摄有些潜规则 还有制片人也用电影从业员的身份分享 如何去找场地 听听 听听听 总之那边店家回复 对方要收取药杆费用 这个在社交平台发文 内容是指有正在拍摄何岁片的电影公司 曾跟该店主联络要求借场拍摄电影 店家回复要收取药杆费用 但制作公司回复说 只是演员进来兜几个圈 很快便回复 店家说 店家说 即使如此 都需要一小时的租场费用 其后 双方未有达成共识 便了事了 问了 借场 搭肩膊借 其实每次都给钱 真的多多成本都不够 除非计算很充裕 所以都是要想 我又不是帮哪边 导出他们常见的手法 但对方也挺硬的 说知你进来多久 总之当你一小时 要照收 收就好 清清楚楚 明买明卖永远是最好的 没有交捩 结果直到之后 22日 其实都是新鲜滚热 早几天 店家说 当日下午有店员发现 店外突然有 电影人准备拍戏 其后工作人员更将对港机 放在店内的门边 这次 两名演员 除工作人员 走进店内 兜了几个圈 真的兜了几个圈 就进行拍摄 店家指 摄氏的制作团队 和老强是没有分别的 说有没有礼貌的 不说程序的 骂到瘫 还发了一篇很长的贴文 整件事 虽然只是短短10分钟 但这10分钟 就好像被人硬黏了一夜 这次事件完全是商业用途 在商研商 一定是要计算的 我们打开门做生意 每天交昂贵的租金 人工水电煤 你们邀请林基 也要封一封历士 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即是骂得很厉害 发了一篇超长的文 不停地谴责电影坊 而23日厉害了 即是之后那天 本地制作也发了声明 各有各说法 这件事实际上 似乎是不能够平息 除非真的要赔钱 但又很难的 他硬来就是想不赔钱 现在又说要赔钱 我之前做的事情很笨 一定是硬撑到底 他那边也说人家延迟夸大 令本团队极为震惊 甚至有选本公司的声誉 真是论盡了 即是招惹到那些人 自己也是花了时间去搞这些 那你最糟糕又不是招惹 他自己走来问可不可以拍 那其实 人家都回应了你要计算一个小时 那你就不要去搞人了 我觉得是吧 有时这个世界有些人就是 他问得你yes or no 表面你可以回答no 但实际他只是希望你回答yes 如果你不是回答yes 他也是要当yes去做的 这些就是最麻烦 遇到这些人 那你就去其他地方拍 不过他们也是问得来都拍了 说得知了 但是你十次有一次就论盡了 那我们看看究竟 那个 又说有很长篇 我在看一个 超长篇 有来有往 整个大段 我看上升到头条 如果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留意 超长篇 我们找到了 哇 你看看滚了多久 田启文 我们只想看田启文说什么 他们一来来回回回回了几百字 真是厉害了 田启文 他就表示不个别评论事件 但是会就相关情况去说一说 认为制作公司理应实事求是 正式来说应该是要实事求是 你进别人的场所 应该得到别人允许 这个不存在人情味 他们互相讨来讨去 应该是提及到人情味的东西 但不是计人情味 实事求是 因为你进店铺 骚扰了别人做生意 即使当时有没有生意也好 不是说你没有生意 借我墙睡一会儿 可以吗 不行 墙不是给你拍戏 外面有露宿者 你反正没有人借来睡一会儿 当然不行 不是让你睡一会儿 不是让你睡一会儿 开店铺 不是借给人拍戏 为了兴趣 瘋了 还有交贵很贵 傻的 如果没有谈协调 例如 不可以说你认识老板 认识老板 认识哪个人 就硬来 这种是不能够的 是不必要的误会 会产生 不可以因为自己拍戏 影响到别人 而这个影响 又是否合理影响呢 举个例子 例如你在街上拍戏要打灯 有些人因为太光 会不喜欢 但又要考虑 是否半夜开工 法例也有说 11点前 可以有声浪 11点后 就不行 很多事情 拍戏 其实 田家说80年代 拍戏 经常出现不合法的借场事件 甚至 不合规矩 过去曾经有制作公司偷拍方式拍摄 例如 省港骑兵 要拍爆炸场面 要拍到很真实 但一定是不会批给你的 那就要拿环境的真实效果 那些人是不知道 以为真是打劫 那会偷拍 等那些人不知道 以为真是打劫 假扮打劫 等那些人不知道 在那里拍戏 是偷拍的 不可以打光 那些人就以为是偷拍 但今时今日当然不行 那些人真的以为打劫 可能真的看得以为会报警 那些 时至今天 田鸡表明 所有电影制作公司 都是以协商方式处理问题 现在行内人都有一套 操守和规则 假如拍摄会影响到店家做生意 是必须和对方商量和达成共识才可以 这个本地电影制作 这个本地电影制作 很长篇 如果大家没什么做 找回星岛头条的新闻 很厉害 很厉害 超厉害 超厉害 被霸王眼借墙 看看大家又怎么看 看看大家又怎么看 另外 另外 是被你搞到的 当然他要去争取 因为说 今天给你这间硬厂 明天又给下一间 又来借一些 又在门口拍一拍 还得了 不是我来借给你拍戏 就是这样 今集就先来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看看大家对这宗新闻怎么看 记得按个订阅支持